64岁林青霞近期频频曝光出席活动,早前为经典爱情电影《滚滚红尘》复刻版的众映回台湾出席首映里,3月8日才回香港,3月10日晚又现身胡君主演的话剧《哈姆雷特》的庆功宴会,虽然这是一个私人庆功派对,不过还是有不少明星合影的照片流出, 有林青霞当然一点都不意外,意外的是同场的还有刘嘉玲、光之林,这才是焦点中的焦点,刘嘉玲与林青霞合作过好几部电影,包括《东邪西毒》、《六指秦魔》、《东承西旧》等,不过自林青霞在1994年嫁人退出娱乐圈之后,两人就先少有在公开场合碰面, 2014年林青霞六十大寿的时候,刘嘉玲也有捧场,可见两人的关系都不错,当然本身林青霞就比较低调,所以两人真正公开碰面的机会并不是太多, 这一次能够碰面也是因为胡君主演的话剧《哈姆雷特》的关系,只能说胡君人缘好,面子大,能够一次性把九十年代三位女神请来, 特别是刘嘉玲,很多人都好奇他们的关系,其实胡君与刘嘉玲2003年合作如今到二成为好友,两人之间还曾经传过绯闻,不过倒是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, 这次老朋友来香港公演,当然要出席支持,比起胡君与三位女神的各自合照,或是刘嘉玲与林青霞的合照, 刘嘉玲与关之林的再度同场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,刘嘉玲与关之林在2015年之后就一直有不合的传闻, 起因就是关之林在2015年与陈泰明离婚之后,前夫陈泰明与刘嘉玲一同去爬山, 这件事就激怒了关之林,他曾经在公开场合暗示对方不顾自己的感受, 而刘嘉玲则是以莫名其妙来回应,之后两人的关系就变得微妙起来, 事实上,从2015年开始,刘嘉玲与关之林就先少有在同一个活动中出现, 就算是出现也不合照,虽然口头上,双方都有明示,暗示彼此之间没有什么, 但是这种同台合照就真的再也没有出现过,说起来可能还是关之林比较神秘, 或是比较抗拒大合照,早前在2月23日,钟振涛66岁大寿的时候, 刘嘉玲与关之林也同场出现为钟振涛祝寿, 不过就真的只是同场,因为在大合照的时候关之林就突然消失了, 而其实这一次胡军话剧庆功宴,情况也差不多, 关之林在全体大合照的时候就又消失了,整场他也只与胡军合照, 好听的说,关之林就是低调啊,低调到不想给人知道他的行踪, 也很有可能关之林在给大家拍合照,不好听的说给人感觉就是清高, 一到大合照就消失,这自然就会让人想到是不是因为刘嘉玲的关系, 所以有刘嘉玲的大合照关之林就消失。 关之林是没有与刘嘉玲合照,甚至都没参加大合照, 不过刘嘉玲这一次就很主动,即便没有合照, 他都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晒出关之林的独照, 这明显就是想告诉大家,他们两人之间没有不合, 至少是证明自己对关之林没有任何偏见, 也算是进一步打破了所谓的焦局吧。 当然,刘嘉玲晒出关之林的照片,也并没有独晒一张, 而是以九宫格的形式晒出,也就是说出了关之林其实还要其他明星, 其实两人都是五十好几的人了,哪里还有那么多的恩恩怨怨, 况且曾经的不愉快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, 倒是期盼有朝一日能看到关之林与刘嘉玲大大方方的来一张合照, 那就真的是再好不过了。 昨晚,刘嘉玲在微博中晒出与钟鼠红的亲密合影, 作为多年好闺蜜的两人难得有缘在某时尚品牌活动中偶遇, 自然成为媒体们关注的焦点。 不得不说,两人年龄加起来已经一百多岁了, 但是嘉玲姐白色长衫内搭低胸类似长裙, 腿部线条若隐若现十分性感迷人, 而红姑则是黑色鞋尖礼服配半身裙, 十分优雅端庄, 作为上个世纪九十分之八十年代的女神, 两人的合体必然引起媒体的轰动。 然而,当宝宝无意中翻看刘嘉玲微博时, 却发现了一张难得的老照片, 她于2014年2月份晒出一张与钟楚红, 关之林的合影, 镜头中,三位年龄相当的女神甚至连发型都如出一辙, 默契感十足, 然而这张老照片却难能可贵, 2015年11月关之林宣布与老公陈泰明离婚, 而刘嘉玲因与陈泰明相约爬山而被质疑 是导致关之林离婚的罪魁祸首, 多年闺蜜疑似情断交恶, 而刘嘉玲关之林本就混迹同一个圈子, 碰面的机会自然不会少, 但是两人却刻意避免同台, 甚至一前一后离开活动现场, 难免让人怀疑两人仍旧没有和解, 此后同框机会想必再也难见了, 曾经的三位女神刘嘉玲, 关之林, 钟楚红想必再同, junt葬牙 也能不能不世了, 如hire倌贓